全长208公里的南横公路历经13年 逐断修复 5月1号有条件开放全线通车 涌进了上千辆汽机车上山朝盛 但才通车短短几天 乱象开始浮现 立委刘正好咨询交通部 要求针对弯道广设反光镜 并协调相关单位解决停车问题 保障用路平安 汽机车一台接一台 把整条路塞得满满满 不时还可见到路边零停的车辆 让原本就不宽的两线道 变得更加难以通行 路边停车 他一停可能就停很久 他不是停五分钟照相而已 这一部分公路总局跟零物局 应该要来处理 我觉得停车处理可能要有一些协调 比如说车子不要停那么久 要不要用个接驳的方式 全长208公里的南横公路 历经13年逐断修复 5月1号有条件开放全线通车 但才通车短短几天时间 乱向开始浮现 除了任意红线停车 机车行驶占据对象车道等问题外 另外刘昭豪也提出公路安全不足之处 要求转弯处增设反光镜 他整个路地 他转弯的地方非常多 几乎沿路是都是转弯的车 所以本席要求建议 其实要在转弯处 要广设反光镜 南横公路沿途S型弯道多 增设反光镜有助驾驶 提前得知路况 另外由于下马斜坡 路段宽敞 引起超速超车等安全疑虑 刘昭豪也要求公路总局 研议相关安全措施 确保行车安全 续国人 建议相关匯 台东市报道 便比较宽